因为这次死的都是香港人 当然香港人也是中国人 那个九条生命 那么香港还有一个 另外一个很大的问题是 香港呢有大概有二十万吧 菲律宾的佣工 二十多万菲律宾的佣工 那么这个香港人的 二十多万的佣工呢 这个菲律宾佣工呢 是在二十多万的 香港的家庭里面工作生活 他们就跟香港人一起吧 每天一起生活嘛 那么其中的矛盾也会有过 包括这个菲律宾佣工啊 对一些小孩照顾不好啊 甚至有一些恶性的事件 也发生过 但是总体上二十万来说 还是跟这个香港人是和平相处 大家互相帮忙的 这样一个 那么我觉得这个事情呢 就第一 你就不能影响了这个方面 就是你香港人和菲律宾人民的关系 你要处理好啊 就大家都是人民了 就是这样的匪徒 它是个别事件了 你不能把它说代表 菲律宾人民了 是吧 你这个叫非常冷静啊 你作为一般人 我使得这么多人 我很愤怒 很悲 觉得很悲伤 这是可以的 但是你一上升到一些 很多具体的问题处理 你就必须要冷静 对吧 但是这个 我应该这样 我要补充一下 其实我们不应该歧视着主要做家务助理的那菲律宾佣工的 这是不对的 但是问题就是说 假如香港政府在这边没有什么压力给菲律宾政府 根据我过去采访菲律宾的经验的话 它一定把你拖 也觉得写一个莫名其妙 把你躺塞过去就算 你看这些整个危机事件 你完全看不到总统啊 总理啊 市长啊 甚至警察总长出来说一句话的 你就知道 它这个国家讲的难听一点 是人人都不负责的国家 所以我觉得就是正因为香港人过去太过依赖菲律宾佣工了 现在应该趁这个机会出来重新检讨一下 假如在这短期之内 菲律宾政府没办法给一个我们满意的调查报告了 其实我建议香港特区政府一个暂停办理所有新申请的 或者虚约的那些菲律宾佣工的工作签证 这可是大事了 这个香港人就要大建议 因为这个不得了 因为我告诉你 我们现在目前香港是有别的地方去补充的 第一 我们有马来亚 香港这个家庭它就要遇到问题了 你会叫马来亚 几十万呢 几十万个家庭 可以慢慢来嘛 这你现在已经有约在身的 现在做了我们就不动 然后呢 假如你快要约满的 你就去印尼 去马来亚嘛 去越南嘛 我们读几个 读两个这个手机短信啊 贵州的一个手机 一段手机尾号是3821 它说 菲律宾国家的治安向来最差举世文明 是一个极不负责任的政府 哎 这个跟你说的是一样的啊 去那里旅游 它是没写完 好像是就不准备带去那了啊 广东的啊 手机尾号是1737 它说 肯定要追究 不然会丧失国家微信 也会带来后患 我们再看有一个这个 在微博上有一个网友啊 他说了这样的一个 他是这样说 他说首先警方能力不足 世界有目共睹 其次非方态度有问题 曾经天一直未能联系上阿基诺 且阿基诺事后表态相当不负责任 指责媒体转移焦点 并为警方辩护 担心助长这个枪手的嚣张气焰 人命关天命重要 还是你那口气重要 其实这个网友说的 因为他后来的这个 这个阿基诺三世 他说了一些话 我们听了也不舒服 就是刚才讲的 就是说 我们牵涉到费用的问题 当然是大了 而且牵涉到人民的问题是大的 但是我们讲追究责任 还是追究的政府 对 而不是就是 我不是说香港人民和中国人民 与菲律宾人民的问题 是 这个追究政府的责任 菲律宾人也有责任 而且菲律宾人也气愤 对不对 这件事情 你本来那个抢手不至于打死 这个人命不至于 这个九条人命不至于丧失 那么你政府处理好的话 大家皆大欢喜 菲律宾人自己也高兴 而且菲律宾人我相信 从菲律宾的媒体报道来讲 菲律宾媒体也在谴责政府 因为政府的无能和警方的无能 菲律宾政府也在 菲律宾的媒体也在谴责 因此呢 这件事情不是中国人民 和菲律宾人民的事情 是中国人民和菲律宾人民 对菲律宾政府的问题 我想是这样 因为你说一个追究责任 你比如说一个香港政府 它下面有个旅游局 或者旅游协会 对这个事情处理不好 那么你香港政府就 有权去责它的一个责任 你现在是中国和菲律宾 国与国际的关系 你虽然中国你是一个大国 菲律宾是小国 你是怎么去追究人家的责任呢 而且人家也不是说 他希望发生这个事情啊 他也是觉得这个事情是个悲剧 问题他的能力 他处理的能力 他就是这样 他就水平 你其实你说要追究责任 但是你其实没有任何办法去追究责任 根据国际法 这是可以追究责任的 因为这种情况很清楚 是国家没有尽到他的努力 可以通过国际司法的 也就是涉外民事法 去追求赔偿的 问题是说他赔不赔你是另外一回事 如果他不赔你 就刚才我所说的 地区政府也要权利利用自己的权限 比如我刚才所说 我要找越南佣工 找印尼佣工 找马来亚佣工 或者找柬埔寨佣工 泰国佣工 来慢慢陆续来取代 但是所有的佣工的英语都不如菲律宾 刚才那个何教授您讲的 就首先要就是论事 事情就是这个事情 不要涉及到其他事情 涉及到其他事情 涉及到其他佣工 那就更加不错了 比我筹码的情况 非常不错 关于佣工这个问题 关于非佣的这个问题 今天上午曾荫权已经有一个讲话了 他说有几十万的费用 在在香港生活 已经融入了香港的社会 我们他的意思就是 不要把这件事 投射到他们身上 这样的话 我认为是不对的 我们三个人好像认为都不对 只有你一个人在提出这个问题 这一事情呢 就说明了 原来是你唯一的外交筹码 没有没有 不是不是 中国的外交筹码其实很多的 中国的外交筹码也很多 而且这件事情呢 我想肯定不会上交到 上升到外交的纠纷这个层面 就是你要最有责任 你还有什么联合国 你把这个事情放到联合国里面 按理会上去讨论吗 不可能吗 你把这个事情告到海牙 海牙那个国际法庭吗 也不可能吗 首先这个事情 它不是说菲律宾 它当局 它愿意发生的事情 就是 就说你说 在中国 你也有枪手去 劫生外国游客的 你也不是说 中国政府愿意发生这样的事情 你首先要把这个事情的性质 要确定 它不是说政府 它是处理的不好 找成了一个大悲剧 这是肯定的 我认误了 国际司法 这社外民事法呢 并非找到海牙的国际法院 那边处理公法的 所谓社外民事法 就是说你只要收拾到一些 菲律宾警方不当使用武力的证据 比如在死者身上发生子弹 你就可以找当地的律师 在当地的法院 提出那个赔偿的诉讼 就跟我们很多中国公民 在日本法院提出索赔一样 还是可以有出境 谭博士是国际法的国际 这点我同意 这点我同意谭博士 就是说如果这个香港人 是被菲律宾警察打死的 你在那个菲律宾 大陆区法院提出赔偿 这是可以的 但是你不是追究 菲律宾政府的责任吗 这个我